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讲的是硬科技的创业正当时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发生几件特别巨大的背景 就是多种科技正在交叉 政策正在催化鼓励高科技创业 而整个创业环境经过过去20年的累积 变得特别的合适创业 尤其是技术人创业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这么好的科技人创业的时代 在1900左右 那时候有三个巨大的重大科技突破 包括了电 电磁波和发动机 这三个创业定了美国领跑全球的科技这样的一个局面 而且不仅仅是科技进步 这些科技颠覆了一些行业 创造了一些行业 赋能了一些行业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从能源 材料 通信 交通 自动化 信息化 都在这三大发明 推出了美国很多特别重要的 今天称为传统 但是当年是高科技的公司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过程中 不要认为只是三个科技造成了十个公司 这三个科技是改变了世界 因为如果我们再从90年往2000年走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是电力和电磁波带来了电话和电报 是电话和电报的通信带来了解密和加密 在二战的时代 是解密和加密带来了第一台电脑 所以可以说整个第一次 第二次到第三次的工业革命 基于电和基于PC Internet 都是在1900年的基础上发生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巨大的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什么国家领跑了各方面的技术 就会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有非常大的国家的优势 我们也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得到了这样的优势 第二次第三次主要都是美国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而且这个革命它的规模和影响力会大于前三次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基于TMT领域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特别巨大的机会是在于四个技术的领域 分别是AI自动化 先进计算架构 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 而这些技术也会创造很多新的模式 比如说在能源 材料 通信 交通 自动化 信息化 也已经催生了一些领军企业 但是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 而这四个重大的技术领域 也是彼此交叉 彼此负能 彼此推进的 比如说AI和先进的计算 可能会带来制造领域的自动化 制造领域的自动化会把新能源能够推动 因为未来的能源就不再只是靠天吃饭 而是看谁能做出最新的电池储能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可能需要看谁有最好的工厂 谁有最好的工艺 谁有最好的自动化能力 能产出性价比最高的储能或者光伏等科技 所以这些技术也是在彼此交叉的 从生命科学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新的技术 从基因编辑到mRNA 这些技术都是数字化的 所以它也会完全用到先进计算 和AI自动化的能力 因为未来的生命科学 其实也就是对我们技术人来说 一个编程的过程 一个编程AI计算力和生命科学的交叉 会带来各种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法 会改变整个大健康领域 所以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大的机会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四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AI核心的算法 在这张图里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年都有非常多新的 最顶尖的AI的技术出现 尤其在过去的五年或者十年 那么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算法 不断地涌出 带来了很多 让我们的基础的AI技术 超越了人类 做了之前不可想象的一些科研 而在这些科研转换成产品的过程中 又带来了非常多的应用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计算机视觉方面 在2011年到2012年 我们看左上角这个图 可以看到计算机视觉 有一个特别大的跳跃 而之后每一年都有非常好的成长 在之前成长是非常缓慢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一套技术 CNN卷积神经网络 在12年开始被使用 在15年超越人类 我们也可以想象 当一个技术 计算机超越人类的时候 它就能够取代人类 负能人类 然后更扩大我们的能力 和降低我们的成本 于是在计算机视觉 当AI能够识别一些物体 跟人一样好 或者甚至更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应用之后就紧喷了 这里包括了在零售方面 在工业制造智能质检方面 在医疗方面 在看片方面 在自动驾驶方面 都有非常多好的应用 创新工厂也是有幸于 在不断地做一个读论文的投资公司 我们在11年就一直在追踪 这一套CNN加DNN的技术 然后从基础的公司 投到应用的公司 至今投了超过10家 这方面的公司 而且布局非常的好 也是我们回报最高的一个领域 就是计算机视觉 带来的巨大的机会 在这张图的下面 我们看到自然语言 正在经过这样的一个 同样的机会 虽然人的感知里面 我们可能说视觉 比语言更多一些 但是实际语言 是我们沟通的方法 是我们思考的方法 是我们理解的方法 所以它的价值 绝对是超过计算机视觉的 那么什么时候 AI能懂语言超过人类呢 真的懂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至少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上 也就是在一个阅读 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在过去三年 有特别巨大的突破 在18年开始 有一个非常陡的成长的图线 从左下角可以看到 那么也是在19年 AI超过了人类的阅读的理解的能力 那么之后呢 肯定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能力 让我们的语音识别 机器翻译都变得更精确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自动驾驶方面 无论是在自动插车 还是在机场的场景 或者公路的货车 或者无人的小巴 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创新工厂都在不断的布局 我们认为自动驾驶将会是一个 从相对简单的应用 到相对复杂的应用 简单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 去优化我们的算法 增加我们的数据 然后也会带来 传感器的慢慢的降价 一直到我们能达到一个L4 L5的 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 这个布局我们在六年前就开始在做 那么今天已经开花结果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工业自动化 也就是怎么能够取代蓝领的工作 让我们的工厂 能够用更低的成本 造出高质量的产品 这里可以看到从左到右 又是一个简单到难 从取代人类的眼睛 到取代人类的脚到取代人类的手 一直到能够甚至飞起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 创新工厂也做了很多布局 这一切都是在AI的算法的推动之下 从简单到难 累积数据增加能力 那么这些数据的增长呢 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快速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图的两边 左边可以看到的数据正在爆炸 世界上的这种数据量 右边呢算法里面 所拥有的参数和数据 也在指数般的成长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在过去十年中最顶级的AI算法 最有突破性的AI算法 它需要的算力是指数般的成长 而且如果我们把它画在一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些AI顶级算法的成长 是橘色的这条线 也就是说它每年比上一年 会需要的算力成长需要7倍 而这跟摩尔定律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摩尔定律传统上是1.5倍 但是在过去十年只有1.1倍 那么有了GPU 我们都认为GPU是非常强大的 也只能够把整个CPU加GPU 达到一个大约一年1.5倍的算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需求是7倍 那未来怎么办呢 未来我觉得我们必须一方面 继续去用大的机器来推动AI的算法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尽快的加速 例如量子计算这样的能力 它还需要10到20年的成绩 但是在那个时代 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 会有非常新的AI的算法 带来更巨大的突破 在这先进计算的计算机架构 和半导体的需求 这样的一个时机 其实也是台湾最好的时机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半导体 起源于当年PC的崛起 又带来了第二次机会 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 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是 AI的需求又会带来 同样巨大的半导体的机会 然后同时我们还看到的 在智能制造 在工业领域 也会有非常多的半导体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在云的时代的来临 在云的伺服器上也会有更多的半导体的需求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最大的机会 就是在整个车的架构在改造的时候 也会有非常多的半导体的机会 所以今天的先进计算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带给台湾的已经非常成功的台积电 红海 联发科等公司 然后也会有很多新创公司的机会 第三个领域是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这个领域 在过去的五年也有非常大的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的主要的是 以分子生物为主的一套算法 那在这个整个算法里面 发生了几个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整个医疗数据 开始被收集 被累积 而且是在一个快速的数字化的过程 我们的基因排序本身就是一长串的数字 mRNA 最近的疫苗也是一长一串的数字 当我们把医疗变成一串数字的时候 这个时候各种的数字化的技术 也包括人工智能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就可以把基因 把各种人类的这种解密的数字串 能够用数字化的方法来做编辑 来做修改 来累积起来 来做AI 来做治疗 所以我们会期待在医疗行业会有非常多的突破 第四个巨大的科技领域就是新能源了 能源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技术 一方面是储能就是怎么能把电存下来 一方面是发电 这以光伏为主 当然也有在用风等等来发电的 那大概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如果能分布式的去用光伏 在太阳大的时候把日光储存起来 用储能来储存起来 当我们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我们储存的日光里面的能源 这样的一个结合会比今天的能源体系要来的便宜的多 当然它也可以跟必须跟电网在一起结合 当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的获取 不能够足够满足我们的能源的需求的时候 那这些技术呢都在快速的变革 在储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电化学的技术 看到钠电池将把锂电池再推到新的一个能力 然后用氢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过去十年 无论是发电还是储能 都是在十年降低了85%的成本 那么这个如果能够未来十到二十年继续延续的话 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以后的电会是非常非常的廉价的 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发电或者能源本身 它不但会变得更绿色 而且它会变成一种能够把人类对能源的需求 做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改变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世界的能源 还是一个靠天或靠地吃饭 也就是说谁有石油天然气 谁就有特别巨大的优势 而未来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能源的过程 变成了一个以光伏或以储能两种技术 来叠加 那其实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制造的问题 而用AI制造把制造的过程变得更廉价更可靠 而且把人类或者国家对于靠天或靠地吃饭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需求 转换成了一个制造的问题 所以这几种叠加起来我觉得会带来特别巨大的机会 这四大科技 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是 科学家创业将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这四种技术都会依靠在各个领域 从生物 化学 当然还有我们工程 人工智能 硬件 芯片 各个领域需要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科学家创业其实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 因为一个成功的科技型公司 它必须要懂技术 还要懂产业 才能把公司做出来 而科学家的特质是 特别重视科技的突破 特别重视每件事情是创新 学术非常的严谨 而且愿意花很多年的时间 来打磨一个风险还很高的技术 但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 是需要追求商业的回报 能够快速迭代技术和产品 非常重视效率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科学家如果点子非常的多 不断地拍脑袋 想新的点子 跟员工一说 大家可能就被随机化了 也就是说很多公司 都一听老板说了什么话 都说今天试试这个吧 今天想象这个吧 我今天又有了一个点子 而创业是相对需要专注 需要考虑效率的 所以这会是一个挑战和死亡股 所以科技创业的成功 非常关键的就是 不要在早期科学家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就因为他个人的基因 把公司带向了死亡股 那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呢 在创新工厂 我们打造的一个孵化和投资的模式 就是和一个科学家非常好的结合 我们会一方面在自己挖掘项目的时候 去通读所有的重要的论文 包括学校的论文 也包括产业的论文 比如说Google写的一篇文章 我们会去了解不但是它的科技突破在哪里 还有它是怎么应用在Google的产品里面的 然后我们会去挖掘这个技术点 商业点 科学家 寻找科学家 寻找创业者 有时候一个科学家 我们可能会认为 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他搭配或者雇用一个非常强的运营者 而且两个人是有互信的机制 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让科学家把他的技术转移出来 让他继续在高校或者研究院工作 而让一个更强的企业家能够把公司往前带着往前走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会交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产业的需求 然后做我们的第一笔投资 投资之后呢 第四我们进入落地 会帮着筹组团队去打磨产品 去打造品牌 然后去做市场化和募资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创新工厂 对于未来怎么去投专金特薪 和最有创新力的科技公司的一个方法论 所以创新工厂是以人工智能之名的 但是在过去这三四年 我们因为投资了人工智能进入了自动驾驶 了解了汽车领域 然后因为投了自动驾驶 了解了能源和电池光伏等等领域 所以继续扩大了我们的科技版的投资 我们因为投资了自动化 而进入了制造和物流和企业服务软件等等的领域 我们也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能力 被一些有大数据的医疗公司认可 拿了我们的投资 之后我们在医疗领域也扩张 开始投医疗器械 甚至开始投体外诊断和生物技术 所以今天的创新工厂 已经不再是一个AI投资的机构 而我们是一个多领域的科技投资的机构 在今天这个四大科技的发展过程中 希望能抓到很多好的商机 今天我们谈到了四个特别重要的硬科技技术 它们彼此会交叉 能够打造出各方面的应用 还有全新的领域 能够颠覆赋能或者改造各方面的行业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 创新复苏的绝佳契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